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图解部分 我们先认识一下基本符号 F是一针长针 VF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B呢,是一个五针长针的球针,也就是枣形针 那么我们这一侧是圈数,中间是针法 这一侧是总针数,这一侧是颜色搭配 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圈 环形起针的方法,起12个长针 在手指上面绕行一圈 捏住交叉处 左手搭线 然后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勾针穿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我们勾一针辫子针固定一下 拉紧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勾三针辫子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这是长针的起立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圆里面穿针,勾出12个长针 先勾第一针,绕住线 先勾第一针,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拉到和三个辫子针同等的高度 接下来,我们需要并针 还是用勾针把线先绕住 把前面两个线圈先并在一起 接下来,再拉线,把后面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同时穿过来 这是一针真正的长针 我们在长针针眼上面做一个标记 一个V字形的辫子针 这是针眼的部分 好,接下来勾第二针 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第一次并针 然后第二次并针 这是第二个长针勾好了 第三针 好,第四针 我们按这个方法 总共勾十二个长针 好了,十二个长针勾好了 新手姐妹呢,可以把最后一针长针针眼也做好标记 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勾得更准确一些 好 我们做好标记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每一圈勾好之后都需要进行手尾相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 横着挑着两根线 把针拉过来 然后直接带到后面线圈里面去 这是一针引拔针 把引拔针拉紧 那么第一圈就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圈 第二圈呢,是十二VF 我们需要勾十二个长针的加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三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每一圈最开始都需要勾三个变子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就是我们做标记的那一针 挽住线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把线尾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把线勾过来 并针 再并针 还是勾长针哈 第一个长针勾好以后 还是做好标记 接下来我们还在这第一个针眼里面 再一次穿针 再勾出一个长针 好 这就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一个长针加针 等于两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 再勾出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出两个长针来 好 第二个长针的加针勾好了 接下来第三个长针的加针 我们按这个方法呢 把第二圈勾好就可以了 勾12个长针的加针 这一圈勾好以后呢 会由第一圈的12针变为24针 好 我们这个第二圈就勾好了 由12针变为了24针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再一次进行首尾相接 把最后一针还是做好标记 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 穿针 把线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边线圈里面来 用引拔针连接好就可以了 第二圈完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圈的勾法 第三圈我们是按照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重复勾12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三个辫子针 好 接下来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勾上一针的长针 做好标记 然后在第二个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长针 一针 再勾上一针 两针 好了 这个组合就勾好了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接下来我们就不断重复这个组合 第三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第四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好 第二次就勾好了 我们这一整圈呢 总共是重复勾12次就可以了 第三圈勾好以后呢 我们会幽 第二圈的24针呢 变为36针 我们这个第三圈就勾好了 由24针变为了36针 好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进行一下首尾相接 最后一针 做好标记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拉线过来 直接带过来就可以了 第三圈连接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圈 第四圈呢 是按照两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然后重复12次 两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三个辫子针 好 接下来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挽住线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 好 做好标记 接下来 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 好 两个长针勾好了 第三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长针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组合 两个单独的长针 和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勾一次 第四个针眼里面 勾上单独的一个长针 第五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长针 第六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好 第二个组合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断重复勾 这个组合就可以 这一圈总共是勾12次 好 我们这个第四圈呢 也已经勾到最后了 那么第四圈勾好以后呢 同样的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 首尾相接 最后一针做好标记 穿针拉线过来 带过来就可以了 第四圈完成 我们看一下第五圈 第五圈呢 是3F 一个VF 重复12次 勾三个单独的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先勾三个变子针 第一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长针 做好标记 第二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长针 第三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长针 好 第四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那么第一个组合 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需要不断重复 这个组合 先勾三个单独的长针 这三个长针 每一针都需要占据一个针牙 然后呢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里面出来两个长针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不断重复 这个组合 好了 我们第五圈就勾好了 最后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 手尾相接 穿针 拉线过来 带过来 第五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一下 第六圈 四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重复十二次 先勾三个辫子针 接下来 第一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做好标记 第二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第三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第四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好 4F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一个VF 在第五个针牙里面 勾上两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就勾好了 这是一个组合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不断重复勾这个组合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第六圈 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把最后一针 做好标记 进行首尾相接 在第一针 穿针 直接拉线过来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六圈就勾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七圈 第七圈比较复杂 我们一边勾 一边来说 先勾三个变子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 第一个长针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做好标记 第二个长针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长针 在并好第一次针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换线 换成这个红颜色线 直接把线勾住 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提前半针 换线 换成红颜色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第三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枣形针 绕线 穿针 把线拉过来 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需要连续勾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 我们拉线 把前面五个线圈同时穿过来 好 穿过来之后呢 我们又需要再一次换线 换成这个颜色的 提前半针换线 在第二次并针的时候 就提前换好颜色 接下来 用这个卡西白颜色线呢 在下一个针牙 勾出一个单独的长针 好 并好一次针以后 又需要换线 再换成这个红颜色的 并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牙 再勾出一个枣形针 每一个枣形针 都是由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组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勾好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之后呢 我们拉线 把前面五个线圈 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一次换线 把上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好 接下来 我们需要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在下一个针牙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针 两针 好 勾好这个长针的加针之后呢 接下来需要勾五个单独的长针 都是用这个卡其白颜色线勾 只有勾这个枣形针的时候呢 也就是勾这个球针的时候 我们才换成红颜色线 其他的部分呢 全是用这个主色去勾 都需要提前半针换线 勾好这五个长针之后 接下来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还在这个针牙里面 再勾上一个长针 那么这个长针的加针就勾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一个大的组合 也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重复勾这个组合 我们再演示一遍 先勾两个长针 一针 两针 在第二针 未完成的时候呢 需要提前半针换线 换成这个红颜色线 用红颜色线 定针 接下来 在下一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球针 也就是枣形针 连续勾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好 勾好之后 用红色线 先把前面五个线圈 定在一起 接下来呢 换成这个主色线 顶针 好 再接下来 勾一个单独的长针 好 接下来 又换成红颜色线 并针 在下一个针牙 勾出一个 枣形针 只有勾这个枣形针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红颜色线 好了 接下来 拉线 把前面五个线圈 并在一起 然后 第二次并针的时候 换色 好了 接下来 用主色线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接下来 勾五个单独的长针 最后呢 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那么我们第二次组合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这一整圈呢 都是重复这个过程 好了 我们这个第七圈已经勾好了 最后一针 我们做好标记 以后呢 我们这个红颜色线就用不到了 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用主色线 进行首尾相接 那么第七圈就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八圈的部分 第八圈呢 我们就是倒着勾短针 我们来看一下 以往呢 往前面勾 对不对 第八圈呢 我们是往后面勾 先勾一个辫子针就可以了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倒着往回勾 这样 穿针进去 针眼还是不变的哈 一针对应一针去勾 把线拉过来 把两个线圈 再并针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二针 每一次都这样倒着 穿针 拉线过来 并针 第三针 拉线过来 好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倒着往回勾 勾一整圈的这个短针 就行了 好了 请你们看一下 最后一针呢 也已经勾好了一针的 倒勾短针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的这个位置呢 再给它勾上一针 然后把线拉长 剪断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尾呢 藏一藏 在这个杯垫的 反面 沿着边缘部分穿针 把线尾藏一藏就可以了 好 直接把线为剪断 那么我们这个樱桃杯带的主体部分就算完成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用墨绿颜色的线呢 来勾勒一下这个樱桃梗的部分 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在哪一组下面都可以 一般呢 我们是占据三个针眼 下面占据三个针眼的宽度就可以了 穿过来 在第三个针眼 第三个针眼的位置穿针下去 在中间的这一针 再穿回来 这样呢 就会形成一条航线 在这个樱桃果的下面穿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线从这个地方穿针也可以 或者是说先穿回到横线的中间部分 在这个樱桃果的下面穿针下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樱桃梗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不用把线剪断 把线直接呢 从下面长针的部分这样穿过来 过渡到下一个樱桃果的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勾勒出这个樱桃梗的部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在中间 这一针 穿出来 然后在每一个樱桃果的下面 拉一根线 好了 第二个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把每一个樱桃果的下面 都勾勒出樱桃梗的部分来 好了 我们这个樱桃杯垫就完成了 那么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反面的线尾部分呢 给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期教程呢 也就录制完成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